黎明要当爸爸,前妻乐今儿愣回应现任和他长得像,和我不像,可能和他想,竟意外揭发南方最爱的人。 黎明公开回应绯闻不说,孩子倒已经升级等父亲。 终于四大天王的最后一个天王感情陈埃落并不说,竟然还直接升级。 看着黎明的感情有了结果,他的两个前任再次被关注,一个是前妻乐今儿,一个是舒奇。 黎明的现任被曝光之后,网友直呼黎明的口味可能因为舒奇而一直没变。 在狠人多眼里,乐基尔和舒奇很像,时下这个现任和乐基尔舒奇也很像。 乐基尔和舒奇想象的地方就是都有一个性感的厚嘴唇。 国人形容美女时喜欢用的一个词汇是,樱桃小嘴。 但是舒奇和乐基尔却没有美女们标配的樱桃小嘴。 但是他们俩看起来照样是绝对的女神范儿。 就是因为他们的嘴唇才让他们整张脸分辨率极高。 被指长得像也就有情可原了。 同为黎明的前任,舒奇匆忙结婚一直被指应该是凤子成婚。 而且就舒奇婚后多次休闲穿着打扮也被指孕妇济世感,可惜的一直到今天舒奇的肚子也没人的动静。 乐基尔和黎明在一起的时候,曾经被船流传。 都今天流传的版本好像都是说乐基尔想早点要个孩子,黎明却很抗拒。 到黎明今天被曝升级做父亲现现出很明显的幸福感时, 有人觉得当时被传他不想要孩子可能只是传说而已。 说来乐基尔绝对可能称为中国好前任,在黎明被传染上女助理的时候,乐基尔就很真心的为黎明祝福。 如今在爆出黎明升级当父亲时,乐基尔面对媒体问及是否知道黎明当爸也很大方,我不知道,不过好多人打电话给我,突然又跟我有关系。 总之恭喜他,希望孩子可爱,多生几个,祝他们顺顺利利生个健康宝宝,替他们感到开心。 会不会发个恭喜断信给他,不会,但等宝宝出生后,会送份礼物。 送什么?还没定,都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。 之后被问及到,有人说黎明现任阿温像你。 乐基尔回应,那一定不像了,我觉得亚洲人都长得差不多。 我出道时有人说我像舒奇,我根本不像舒奇,可能他像舒奇呢。 看着乐基尔否认自己和舒奇像,却说这个阿温和舒奇可能像,网友也觉得乐基尔的回应很得体。 至于说否认和舒奇像,否认黎明现任和他像,可能是就算和黎明已经离婚也不想做舒奇的替代品吧。 如今不少商家促销有个手段,那就是限量版。 特别是女人,对限量版总是趋之入物,为的就是不想属于自己的任何东西和别的女人状上。 所以对乐基尔来说,也是想让自己成为限量版。 不想被指向谁,也不想谁想他。 ,还有には10.000Audio人,没想过家壹日呀。 本位 conclude说,朝陽 인터넷下的代品大勁如资格 anywhere。 faces ferm入物指定的位置不用寻定。 还� pose复制装召任用啦。 这是为什麽人油不想覆开。 себ如果智便 Así.